听专家解读美国升学方案 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在这个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建议 直播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评论区 无论您是留学生还是家长 都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多的在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 文美集团南加州的咨询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快乐 好的 那么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文美专家谈升学 所以今天万博士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 不管是我们的同学们来说 或者是招生官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我们的同学们 可能我们的亚裔的孩子们 我们的华裔的孩子们 都有一个太共有的共性 就所以之前我也听到过有一些名校 认为这个华裔的学生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都是成绩好 然后也就是这样 然后就没有任何的突出的特点 所以今天我们请万博士来跟大家讲讲 我们这些在美华人的学生 如何在大学申请中可以脱颖而出 就是找到你的亮点 让招生官看到你发光的地方 万博士 好的 这个话题我认为非常重要 也是困扰了很多学生家长 包括学生本人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申请的整个过程中 那么一个我之前我经常讲 我说一个优秀的人应该他是方方面面的优秀 应该是一直优秀 而不是在某一某时某一刻他要去怎么样 那么什么叫优秀 什么叫脱颖而出 咱们用的这些词 outstanding 是不是 outstanding 我经常举例子 我说你怎么outstanding 就是你跟别人决定要不一样 你要站在外边来 是吧 站在人群外面 你才叫突出 才能被别人所重视 优先看到你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在整个大学申请的整个的过程中 和准备的过程中 我觉得都应该坚持这样的理念 那这个理念呢 就是怎么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不一样的话呢 体现了很多方面 在你学习成绩上有所体现 在你的行动力上有所体现 在你整个的这个 你这个在大学申请的包装上 也是有所体现 那都是要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 所以真正的人 甚至有一些个名人 或者说一些优秀的 说一些个知名人物 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 大家发现 他往往在人群中 有的时候会有对他有质疑的声音 有不同的声音 甚至说他是异类 是吧 这些词的话呢 都是来形容一些个 这个有一些个比较好的 一些个成就啊 一些事项的这样的一种人物的说法 所以其实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关键词 我觉得就是 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要自己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那么不一样的话呢 比如说是聚焦几大方面 我一直说的大学申请或者大学规划的三大方面 那就是说你的学习成绩 那么学习成绩方面的话呢 你尤其特别重要 你怎么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刚才咱们提到了AP课程 咱们跟别人提到了这个 这个AP课程 SAT是吧 还提到了这个课业的选课这些方面 其实你都可以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那么那这些怎么和别人做的不一样呢 之前我跟大家也介绍过 是吧 我说一个优秀的人 那么成绩这方面 你如果在国内 咱们中国是有所谓的少年班 或者说是有一些个 说是叫这个跳级的这种说法 是吧 在美国呢 好像没有少年班也不能跳级 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的 那就是哎 你可以超前学习啊 就是说给学校给了你自主性的选课 选择空间是很大的 那么你自己在这个 在国内是因为它的课程 每个年级是固定的 所以你只能选择跳级这种说法 是吧 在美国没有跳级 但是给了你很多的自主的选择的空间 这个所谓的自主的选择呢 就是说哎 你可以根据你的学习能力 超前的选课 是吧 别人选九年级的课 你可以选十年级 十一年级的课 那么别人选这个普通课 你可以选荣誉课 你可以选AP课程 是吧 那么包括在上一期 这个文美大学申请规划的这个节目里 我跟大家过这个大学申请点 我觉得那两期节目 我的很多家长联系 我们反响非常好 他说这个真的是给这个 他们很多 很多在迷茫中的孩子 一盏明灯 那要把那个收藏 为什么自己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 就回去看看那个节目 就知道要干什么了 因为那已经详细的给你们 讲述了说这个大学 他都要哪些素质 是吧 包括这个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呢 那么你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那些个 名校的录取数据 是吧 咱们就随便说 说这个AP课程 AP课程的话呢 如果你想被顶级学校录取 那你的GPA 一定要冲到多高 那你绝对要上AP课 AP上多少门 是不是 那有时候这个家长说 AP上15门 是13门 怎么可能 不可能实现的是吧 这里边 我今天也跟大家澄清一下 可能有一个误区 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呢 就是说这个课程啊 其实从美国的这个算法上来说 它并不是说 你学一门算一门 因为大家知道你学一门 其实你要学一个学年 很多学校 它是分春季秋季 两个学期上这一门 学一个学年上这一门课 但是我这里跟大家说的十几门 实际上是按照学期来算的 一个学期算 如果从这一件的话 你除以 你如果这门课 你上的是一年的话呢 那你其实 你上六门课 七门课就已经比较厉害了 那如果你高中四年 上六门 七门AP课 你觉得还多吗 不多了 是吧 所以这个 你完全可以提前规划 所以为什么我说 要最早规划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你就应该是有 非常明确的一个 方向和指标 你自己应该如何面对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课程的选择 你就要比别人超前 当然 你除了选择超前 你当然这个成绩 你GPA也尽量 要取得好的成绩 那么 大学里边还会问你 你取得过 专门会问呢 专门会问你 学术方面有什么荣誉 是不是 你取得了哪些荣誉啊 是吧 那么你修了荣誉课 是吧 然后你做了一些个科研实习的一些个项目 这些都是对你有很大的加分效果的 是吧 所以 之前我也跟大家反复讲过 说那张申请表 那张申请表里 上次我也跟大家分析了 你看全是选择题 是吧 全是选择题 每一个题目里边 它都是在 这个 每一个题目里边都是在让你做选择 你它后边都要给你算啊 算分的 大家不要以为美国是感情用事 是吧 说这个凭着感觉 然后就录取你了 还真不是 那它的这个感觉 它的这个感情 它这个人性化思考 是首先建立在你得了一个很高的分数的基础之上 是吧 今年公布的数据 UCLA有13万5千人申请 如何在这个脱颖而出 当然一个是你这个过程要走得好 还有就是你这个申请表要填得漂亮 是吧 这两点都非常重要 你任何一个做不好 那么都不行 是吧 所以这个成绩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课外活动了 课外活动呢 选择的种类和方法 也有很多 也有不同的类型 你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你看今天我刚给一个学生辅导 我让他给我写出10个活动来 10个活动里 一个体育 剩下的全是义工 我说回去重写 是吧 为什么重写的就是说种类太单一了 对 不行 是吧 种类太单一了 你要丰富你的种类 是吧 你要丰富不同的种类 那么种类丰富了 是不是 你的level还要比你的level高不高 是吧 我做的是 我的这个俱乐部 是我自己成立的 我那个俱乐部 是我学校成立的 或者说是这个俱乐部 是我这么在整个county 我弄起来的 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的 一个什么项目 那么包括一些个比赛 一些个科研是全国内的 是吧 所以这些个叫硬实力部分 还是在说硬实力部分 那么软实力部分 你的领导力 你的义工 你的特长 你怎么体现出你有爱心了 是吧 那这些个东西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和别人做的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怎么把自己和别人 脱颖而出 或者不一样 真的是要绞尽脑汁 要想很多方法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总以为说 美国人不学习 美国人也不申请 不在意 那我说这么多人 为什么美国上了名牌大学的主流 还是人变白人 是吧 然后你完全就归咎于说事 就跟刚才那个 咱们主播播的那个新闻一样 是吧 你还是在归咎于 就是赤裸裸的骑士吗 他们仅仅是因为骑士 你所以白人录得多吗 当然不是 是吧 那么美国本地人 美国白人 他们最大的优势 其实他们也在补习 他们只不过 他们的补习是把 这个Twitter请到家里去补习 或者网络补习 而不是像咱们中国人一样 阵仗这么大 是吧 总是去找一个班的概念 所以这也是我跟大家 推广的一个理念 在美国整个的申请的整个体系里边 大学升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完全没有集体主义这个概念的 真的是没有 是吧 所有认得问的任何一个问题脱颖而出 都是要你一定要想办法脱离这个机体 啊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宣传我们的理念的时候 我认为我包括我本人 走的都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 美国的理念 因为你的理念必须和美国的招生政策和拍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行动才更容易被他认可 就是说咱们说中国人说搞对象要三观和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你的三观和大学不和 那你怎么你跟他老背着来 是吧 所以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 我在一直宣传一些理念就是这样了 当然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说 是吧 那么如果你客人是这样的理念 然后那个你去迎合他 其实你更容易签约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发现 美国还是有很多华人机构在办各种班 是吧 不仅学习是办各种班 就连各种义工啊 各种组织啊 各种课外活动领导力啊 还是在办班 为什么 他知道他办班的话呢 很容易迎合这些个小白鼠们的心思 为什么叫小白鼠 你说华人家长在来了美国对教育 真的就是小白鼠 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这有什么班我们能参加呀 是吧 包括昨天一个家长还说 你这有什么领导力的项目 让我孩子参加都提高领导力了 我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我让你参加一个项目 你是member 主席只有一个 是不是 主席只有一个的话 那你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成为这个领导力呢 是吧 你还在想班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我这个人比较直率 我一些家长来咨询我 我总是批评他 批评我 接受批评的 他就觉得你有道理 那觉得万博士我听你的 有些家长他拗不过这劲来 他还在说 那这个你这个不行 我觉得你们公司不行 你们公司啥都没有 参加个班都没有 让个领导力项目也没有 其实我说你错了 我要根据你孩子的情况 我又得让他成为 要他成为主席才行 我不是给你办班 这才是美国的理念 你说美国人不做升学规划吗 你跟你的同学说 你在美国你完全就感觉不到 有升学12年级了 你也没有感觉到说 这个要考大学了 全校的氛围都是为了考大学 你问你同学 白人同学 你说你为大学申请做准备了 他说我不知道啊 然后下个月说 被录取了 你被骗了 为什么被骗了 道理很简单 人家他干什么 他不想告诉你 他告诉你 他怎么脱颖而出 他好不容易想了半天 才想出来一个主意 一个点子 是吧 我怎么提高领导力 结果告诉你了 是吧 所以咱们家长就有错觉了 说白人不学习 白人不做规划 其实完全错误 你要知道 人家从娘胎里 人家妈妈爸爸 就在美国这么长大的 你怎么知道 人家爸爸妈妈哈佛 怎么考上的 对不对 是吧 所以的话呢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容易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简单的 包括我刚 昨天跟一个家长聊天 是吧 说这个咱们 帕萨地纳 有很著名的一个 K到12的一个学校 叫Poly 是吧 我相信主角 是吧 Poly非常难进 其实那你说 四五岁的小孩 进Kindergarten 怎么查出来 谁的智商高 谁的智商低 是不是 对 怎么比出来 谁的领导力强 谁的领导力弱 是吧 我们有一个群 那么这个家长 说的非常赤裸裸 说这哪是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拼爹的年代 是吧 说这个 写这个 全是写这个 这个 写这个家长 是吧 你还查你们家地址 房子多少钱 是吧 你们家这公司 是什么级别的 是上市公司的 是什么级别的 是吧 其实呢 你说之前我就聊过 我说川普怎么进的沃顿呢 我还真不相信 他是自己考进去的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呢 很多情况的话呢 当然了 我也不是说 美国还是相对公平的 是吧 那人家说 人家花钱捐进去的 人家有这钱 是不是 对 在台面上说的 是吧 所以我是认可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 都是需要这个咱们 整个华人家长要摆清楚 要融合美国的理念 美国的价值观 按照美国人的操作方式来做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就容易了 包括其实 当然这个话题离得有点远了 但是我也想借着这个话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美国要不要给老师送礼这个问题 有些人 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今天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 我觉得要分享一下 来了美国之后 美国华 咱们的华人有些 就是容易走极端 包括刚才那个也是极端 是吧 把中国的一些理念带过来是不对的 但是有一些理念 中国有的一些理念 他又完全给抛弃了 其实也是不对的 比如说咱们中国人 其实有理上往来这个概念 有些家长来了美国之后 完全就不送礼了 完全就是说 学校爱咋地咋地 是吧 那就是讲究的就是公平正义了 老师给你递 那你就递吧 哎呀 这个你不努力啊 是吧 其实呢 美国怎么没有关系啊 美国怎么没有这个情感呢 当然有了 是吧 那么 我比较喜欢关心时政话题 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组织叫游说组织 游说团体 是吧 美国要出差各种政策的时候 一些大公司 大财团 是吧 他都有专门出钱 是不是成立这么一个 来游说一些个国会议员啊 游说一些组织 他这个所谓的游说是公开的 是吧 来说明 所以这个美国一切 他都是公开进行的 是吧 但不叫贿赂 同样的道理 在美国你跟老师谈谈感情啊 甭文是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大学老师 这个感情分还是要的 是吧 这个感情分还是很重要的 不要以为说来了美国 你就完全不敢送礼 一送礼老师就讨厌你了 不是 当然这个送礼的尺度和国内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你送个三五十美金的 你看甚至有学校专门有 每年有一周叫appreciation week 是吧 那就是专门的是让你感恩的 不叫感恩节 叫感恩周 是吧 感恩老师 给老师送个贺卡 对对对 花个三五十块钱的什么这个卡呀 表示一下感谢呀 就可以了 但是你别说一下给一百 说什么有给珍珠项链的 说给直接给什么 什么度假村钥匙的 是吧 这种那就算了 你说是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就有点夸张 有点过了 是吧 但是呢 这种日常的感情的维系啊 包括这种 你说有些 你像数学是对错的问题 那你先有些历史啊 英文呢 这写作文的 你说这分数怎么给呀 是吧 所以这些日常的感情的维系 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 但是说正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事情是吧 你别孩子是F了 你夸给拍一张卡过去 是吧 人老师也不敢收 是吧 这直接就是目的性太强了 你应该把这个关系维持在日常的 你把关系维持在日常的过程中 然后最后需要的时候 跟老师直接提要求 哎呀 老师这个作业忘交了 或怎么着 什么原因造成了 能不能弥补一下啊 老师给你好说话 对不对 对这个呢 我就话题扯开了啊 那么但是呢 我就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这些是该遵守美国规则的 遵守美国的 该入乡随俗的 要入乡随俗 是吧 不要是 这个走极端啊 那么回到咱们的话题 什么这些个 你的 咱们前面讲到了成绩 讲到了活动 你怎么要脱颖而出 你怎么要把自己想方设成 独一无二 当然现在独一无二很难 但是起码要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 然后最后临门一脚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临门一脚 最后什么是临门一脚 怎么面对你这张大学申请点 这里边的方法 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是吧 你如何把这个天成 一个完美的大学申请 我经常说 有些孩子其实自己很优秀 明明是十分九分的水平 是吧 自己把整个申请弄得一塌糊涂 弄得五六分 那你说 所以为什么每年都有这种孩子 其实他的录取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反而是有一些孩子 他通过合理的 这种 添表的一些技巧啊 或者说是这里边的一些东西 是吧 他知道一些个表达方式 那么反而是会取得 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今天呢 这个其实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都是举最鲜活的例子 那么也是我的一个学生 那么家长无意中提到了一句话 我就给了他一个点子 那这个点子其实就很有创意 那么讲的是怎么回事呢 讲的是一个学生 是吧 他就在发愁 说我得成立一个什么俱乐部 我们学校都已经一两百个俱乐部了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成立一个什么俱乐部 我们正在研究这个时候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过这个大学申请点 问他有什么兴趣爱好特长 他说哎老师 那个我背这个圆周率 我可以背到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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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吧 哎那这个这个算不换特长 哎我说这个算特长挺好 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展现 咱们把它变成说是 哎你有没有想成立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是不是你成立一个这样的俱乐部 然后你可以呃这个怎么怎么样弄 是吧 所以这个哎哎这就是一个角度的问题 你可能这方面你有这方面的才华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 哎他要成立一个俱乐部 然后他就能当主席 他就能来做这个事情了 是吧 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他本身他有这样的特长优秀 你为什么不用呢 当然要用 但是用的角度啊 那你要你得要找这样专业的人士 他会给你一个对来弄 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 一方面呢是你要有一个水到渠成的意识 很多都是要提前准备提前弄提前安排 另外一方面呢要学会发挥 发掘自己的这个优势啊优势 你的这个优势的话呢 往往呃呃换一种表达方式 往往会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一种效果啊 这个的话呢真是你要跳出整个呃申请的过程 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包括家长在整个过程中也要积极的参与进来 你看就我刚才说这个例子 就是家长无意间提到了说 你们家孩子有什么特长优秀 这么一句话 哎他孩子可能都忘了他有这个东西了 但是他其实有这个特长的是吧 他参加比赛证书什么都有 是吧那很好啊是吧 那这个本身这是真材实料 这不是瞎编的是不是 包括还获得一些奖项啊 什么一些荣誉是不是 那这是他独一无二的东西啊 这叫脱颖而出的东西 但是脱颖而出的东西 你把它变成说这是呃 我获得了一个什么奖的话呢 好像又比较弱啊不够充分 哎你把它变成一个俱乐部的一个形式 你去弄这个俱乐部就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就帮他组织他 告诉他怎么弄这个俱乐部 是吧咱们把这个俱乐部弄起来啊 那这样的话呢会呃 这个效果可能就出来了是吧 所以呢呃往往要努力的发掘 要不断的发掘 一无时无刻的在想这个事啊 我相信呃总能想出呃 你比较脱颖而出的一些方法 没错这个谢谢万博士跟我们分享哈 因为其实呃万博士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 其实每一个孩子可能他们这个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你从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呃方式去帮助他就会让他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呃万博士他们之所以就是说做策划做这个升学规划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初衷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当然说每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对于升学这件事情来说可能在这个考官面前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的规划 然后呢为你设计或者是说通过你的特长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这个可能就是脱颖而出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部分应该是呃万博士的专长哈 就是说怎么样去发掘你的这样的一个闪光点让他这个虽然是同样是闪光 但是会让人觉得很耀眼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相信文美集团也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他们也是这个能呃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的这个教育咨询的辅导机构了 那么在全美的12他们有全美有12家的办公室 是为我们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也提供这个美高的学业规划服务啊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SADACD的标划考试培训 从K到12年间的私校申请还有课后的补习 那么同时呢文美集团也是这个美国总统义工奖 官方认证机构 UC加大官方的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的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是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呢 上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那么文美的资讯设计是 18888-789-0942 好的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万博士和我们的分享 这个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留言给我们今天 辛苦万博士 谢谢万博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祝大家牛年大吉 万事如意 对 这个要升学的同学们都能顺利的进入自己的 这个心仪的大学 我们的这个美国升学之通车 是在每个月第二周的周三 每期时间的五点到六点 我们每一期都会和您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 谢谢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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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唯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